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娱乐漫谈 我是周乐 今天呢我请到我的老朋友Amanda 在现在的coronavirus的疫情之中 来替大家讲讲 在人数保险 还有长期护理保险这个行业中 巨大的改变以及它的趋势 Amanda Wu她在2008年经过了金融危机 那个时候呢 她就已经realized到 有很多东西都在改变 同时她也发觉 现在在这个行业中的改变 正在进行中 好我们来听听看Amanda怎么说 Amanda你好 明里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很久没见我是Amanda 这个剧很有信誉的 这个financial magazine Barrons的那个报道 这个人数保险跟长期护理保险这个行业呢 现在有巨大的改变 主要是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 最重要就是把那个申请人的年龄大大拉低 有些公司甚至连65岁的这个人都已经提出门外就不保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因为这个病毒疫情大部分受害的都是年长 对对所以65岁以下有些公司已经开始就不受不接受申请了 完了以后就是公 这个加价保险的这个成本的加价 因为这个死亡率又提高了这个public health就受到严重的威胁意外也增加 所以呢保险公司的成本大大的这个风险成本叫调高 所以现在的保险陆陆续续也因为这个疫情要加价 另外因为这个疫情呢 很多保险公司的投资都受到影响 因为你知道这个股市也是三月份的时候掉了很多嘛 那很多保险公司他们也是有很做很多的投资啊 所以这个投资也蒙受一些损失 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要收支平衡 当然这个加价也就势在必行了 那还有就是生前理赔功能呢 有一些公司也会把他的这个理赔范围缩小 因为生前理赔很多保险像人寿保险长期护理保险 都是主要讲的就是生前理赔嘛 那万一这个疫情发生引起这个病毒引起并发症的话 那很多的生前理赔就要开始理赔啦 保险公司所以就把这个生前理赔范围也有些缩小了 但是这些都是负面的消息是坏的消息 那有没有一些好的消息呢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啊 对有危就有机嘛 那这个危机当中出现有一些个别的保险公司呢 却因为这个疫情就跟他们的消费者说 他们的这个受保的额度 比如说买200万甚至300万的人寿保险都不用体检 为什么呢 因为社交距离 大家都不想跟被抽血或者跟陌生人碰面 所以这个保险公司就提出这种不用体检的计划 买个两三百万都不用体检 那另外有些保险公司的生前理赔个别啦 就说没有改变 让大家都不用担心 而且还鼓励大家来买有生前理赔的这个保险 给自己peace of mind 万一感染了有什么事情引起病发症 trigger这些生前理赔 他们都会照让赔的 所以Amanda那您是broker 所以在选这个什么人适合什么样的产品的时候 你有很多的选择 不会局限在一个 对没错 好那是太好的消息 所以刚才听您这样讲 所以一个人呢 他如果喜欢可以买到两百万甚至三百万 那说不定他这个人呢 就是不喜欢在这个时候跟陌生人见面 或者被人家抽血或咽尿等等 他就可以take advantage 对对对 尤其现在年龄又逐渐在就是调整向下调 所以如果您接近这个五六十岁的 也赶快就是能够做参与这个 这个program的话 take the advantage 这不用体检的这个现在这个时候 这个lockdown period 那有些人他可能本来就有三高 但是却没有去吃药的 因为很多人其实有些亚健康 不见得就一定要吃药 对 血糖啊或者是胆固醇啊 或者高血压 对这些如果要被体检的话 你血液就会验到 可是不用体检你就验不到 可能你拿到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价钱 大家可以看看荧光幕 现在我们做的这个 Base on 45岁女生的这个 premium的code 像prefer最好的rate 是一个月48块买100万 那standard就是普通的价钱是94块 就说从这个prefer到standard的差距 整整是50% 如果不需要体检 查不到你血液有什么问题 甚至有些人他有肝炎 可能也也不知道了 因为查不到嘛 那你可能就因为这个原因拿到prefer 那但是如果平时要体检要抽血的话 你可能只能拿到standard 这个差距 这个percentage的这个折扣 是有足足50%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take advantage这个优势 拿一个不体检的 希望可以把这个价格拿到最好的prefer 因为没有体检的缘故 所以您是一家之主 或者您的家人呢 是从事一些行业 即使是现在这种coronavirus COVID-19的时候 比如说是一些essential business的人员 他是医护人员或者是医护人员的家人 或者是他在货仓啦 或者从事公共事业的这些人 这个时候真的是应该考虑一下 花比较少的钱来买一个term life insurance 然后又有生前利益万全保 要生前利益的缘故是因为现在的这个疫情的情况 大家都不希望说有什么事情影响到自己和家人 那你如果现在本来就想买的 但是因为这个疫情的状况 负担这个经济比较这个负担比较重 那可以先考虑不要买那种储蓄的长期的 先用这种短期的10年或者15年的term 做一个过渡 那过渡阶段 等这个疫情过后 你可以把这个15年10年的term转成终身 等你经济回复正常的时候 你有10年15年时间去考虑 你把它转回成终身 而且到时候也不用体检 到时候也不用体检 这个是我听到的是如雷贯耳 那如果说不转而是再买一个 或者是到了10年15年以后再延长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延长就没有必要了 延长就等于是不如就转成终身的 延长的话因为价格就不一样 不是原来的价钱会很贵 所以把它转成终身或者转成有储蓄功能的 这个可以等你经济能力回复以后 我们才做 现在是过渡时期艰难时期 我们只是要很少的钱 拿个大的杠杆 保障你自己和家人就好了 对对保障自己和家人 对对尤其是65岁 差不多要到这个年龄的阶段的人 像Lili宁的家人 就在我们这边做了一个长期护理 那个保险还好他65岁已经超过了嘛 如果他现在买就买不到 还好他是在之前买的 我的那个亲戚 对对对 还好他当初有买 对上了车 要不然他现在才买的 他就买不到 因为他年龄已经超过65岁 我已经有些客人 他本来是没有超过的 但后来因为他有些medical condition 他先要去take care 最后遇到lockdown 所以他后来才来找我 那个年龄就做不到了 之前本来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这些中间的一些周则 让他重新ready去申请的时候 已经已经把他放去之门外了 因为他年龄的缘故 好可惜哦 对他去年的时候 要是可以做这个决定 就可以买到 所以Amanda 我觉得现在我们虽然说 每个人都在说 Oh shelter in place 现在又延到5月底吧 好boring哦 在家不知道要干什么 有的人说我的头脑都笑抖了 都不会响了 可是我们身体是要尊重 这个因为疫情 我们避免自己被传染 所以我们必须要居扎防疫 可是呢我们的脑袋 我们的心理 必须跟得上社会进步的步伐 尤其是对于自己理财方面 risk management方面 一定要特别注意 疫情永远会过去 可是自己的年纪 就会上下 对 年纪越来越大 并且保险公司的费用 如果越来越高 自己是不是就失去了 这个好的机会了 是的Lily你说的很对 所以想买长期护理保险 跟人寿保险的客户要赶快行动 因为年龄不等人 那我们现在带来一些 长期护理保险的一些资讯 大家请看这个荧光幕 我们这里有一个 一份保单保两人的长期护理保险 这个就是一份保单 保两个人的长期护理合约 买一送一 买一个人也是这个价钱 买两个人也是一样的价钱 而且他最重要是有 Lifetime Unlimited 就是终身的无上限的 Long-term care的理赔 这个是拿了专利的 只有他家有 那还有就是Home Health Care 不需要去Facility 因为我有客户最近来找我 他好困扰哦 他六十几岁的时候 他父亲六十几岁的时候 就失智症 住到Long-term care Facility 那是白卡的 所以住的这种Facility Quality就是一般的 因为是白卡 所以他没有一个人一间房 他是Share Room 现在很多老人家 got infected 因为住到这养老院 所以他现在就很困扰 希望自己以后不要成这样 他就来自己买一个Long-term care 就不要靠政府的Medical 买的时候呢 除了可以住到养老院 我们现在的当然是Home Care 也很重要了 所以这个program是可以Home Care 也可以用到养老院去的 还有一个program呢 大家看一下 另外 《荧光幕》PowerPoint 3 那个是如果身体不好 被拒绝的话 身体完全不符合买Long-term care 被拒过的话 也能买到了 现在这个是Pension形式的Long-term care 这个Pension是假如说你有30万 放进去 每年guarantee给你8%的增值 10年以后会变成接近70万 你的Long-term care 如果发生的话 给你双倍收入 一倍的话 大家看到是4万多 双倍的话就是83,000多块 可以用5年居家被照料 这个就是你的Long-term care 没有Long-term care的话 就用那个4万多块 可以用终身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Hybrid的Long-term care的program 其实它是一个Pension 但是能照顾到Long-term care 如果对这个program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打电话给我 我可以给你们一些information Amanda的联络电话是 408-460-8623 而且我们有一个5月10号下午2点 有一个webinar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打电话给我报名 参加这个webinar 5月10号下午2点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 我很想很快的go over 很多现在大家知道 这个定存都是没有利息了 因为联储局把利息降到零 很多老人家靠利息吃饭的 现在就是最大的受害者 不论是健康还是财务上 这个银行的利息是so humiliate 是如果你放到银行做定存 简直就是被财务欺凌 那我们这边有一些 信誉好的保险公司推出的 比较利息比银行要好很多的定存 大家可以看一下银光幕 所写的三年的定存 五年的定存 跟七年的定存 还有十年定存 如果一些有靠利息吃饭的老人家 可以来致电我们做这种 比银行好的定存的program 好 非常感谢Amanda 谢谢你 谢谢 我们不久再跟您在空中相见 是的 很快 谢谢 好的 观众朋友 我们这一段的访谈结束 接着还有一段访谈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现在在美加各地 多谢收听到三藩市湾区 KTSF26台的精彩节目 三藩市湾区的观众 可以透过KTSF App 或电视收听 其他地方的观众 可以透过SBTV App 或上网sbtv.ktsf.com收听 拜拜